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代表着是中国中原的一种血缘宗法式这样的一种统治秩序的体现 金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要禁用先碧语统一使用汉语 然后最后还画了一个年线 阔弧录甲 跟咱们今天考职称英语颇有类似之处 就是岁数太大了 学习语言能力比较差了 还可以缓缓 然后你要是三十以下还在朝廷当中任职的人 如果你仍然是使用先碧语 就会被降职 甚至乃至是最后丢掉自己的乌纱脑 极为强烈的这种国家行政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进行一风一出 先碧性改为汉性 从自己开始 拓跋式改姓为元氏 然后这些都是鲜碑的一些贵族当中的姓 阔弧注解 令狐冲 什么独孤求败 那么这么酷的父姓名 其实有很多的起源是来自于少数民族之中的 最后改革的意义 首先最核心的一个全面汉化 然后在全面汉化的大前提之下 下面就好说了 基本上还是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次 经济上来说 发展农业 人口 畜牧 商业 外贸 等诸多层面 文化 汉化 这是魏书高祖传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记载 五经之义 揽之便讲 叹其惊傲 史传百家 无不该说 善唐老庄 游经经 这是对于孝文帝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记载 甚至对于南方的人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 他所描绘的一个场景 这是一个自居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直系的继承者的南方人对于北方在孝文帝改革之后的文发达的这种文化而留下的一个印象 叫做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 就是南方的人认为洛阳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片荒原 所以长江以北已经全部都是遗迪 也就是少数民族了 然后昨天我到的洛阳 我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礼仪 富胜 人物 殷富 很多很多 最后的结语是北方的北人安可不重 也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是不可轻视的 书法 这都已经是完全高度汉化的这项那些东西了 这是一个木制当中发现的北魏的书法 宴台 崇儒 众礼乐 第三个 政治层面 反汉族的官制 把北魏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路后和粗疏的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政权 变成了一个中原一级的这种政权 整体的前进的方式 用马恩选集当中的这句话来说非常的贴切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的规律 也就是在军事上来说 尤其是在古代史方面 完全是可能出现野蛮战胜文明的这样一种现象 因为在古代军事的冷兵器的时代 这种说法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你太富了 可能是就怕死了 你文化太发达了 可能就是私心杂念太多了 反而不如那些成天在极为严酷的风霜雨雪的这种草原之中 不出去抢劫就没活路的人有杀气 这是必然的 所以在冷兵器的时代 落后是可以战胜文明的 括弧啊 在真正到进入到了近现代文明之后 这就完全的不成比例了 因为到进入到了近现代之后 先进文明的国度有了相关的科技 而发展出来的先进的军事装备作为武器 这个时候野蛮对不起 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在古代社会经常会出现野蛮战胜文明 但是这仅仅只能限于军事 在文化上来说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 再次强调 整个北魏孝文帝改革核心 全部围绕着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大背景 民族融合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重要的内容之一 民族融合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最后的重要的历史影响结果 也是在我们现行的历史课程体系当中 所最强调的一个改革的意义之所在 汉服勇 胡服勇 北方民族融合之前 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服装上有很大的差异 而这张是北魏帝王初遇图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图中的无论是在帝王 还是在大臣均穿着着长袖宽袍的这种汉族的服装 反映了是在孝文帝改革之后 民族融合的这种情境 这是北魏的时刻画像 他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 已经是 如果我们不找到他的考古的志所在的话 已经很难说清楚 他究竟是属于游牧民族还是属于汉族的 这都是胡床 胡床最后发展为今天的 叫做马这儿 这种民族和文化的融合 必须要注意 这种民族和融化的融合 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融合 当然整样来说 肯定是游牧民族吸纳汉族的更多 因为游牧民族确实相对来说更落后一些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 这些游牧民族的东西去进入汉族 包括这都是一些相关的艺术的方面的这种成就 这种乐舞是一直盛行到了这样的一种隋唐时期 胡藤 穿穿裤咒服的南朝的乐队 起源是北方游牧民族 本身是便于七妈打仗的一种服饰 后来进入中原之后 为了适应汉人的衣着的穿着 袖子逐渐变穿变宽 袖裤腿变得肥大 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我们在这一块留下的一个丰厚的一种文化遗产 继续云岗石库 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遗迹的这样的一种圣地 云岗石库的大佛 这是文化上来说已经接受了佛教 隆敦石库 这也当然隆敦石库开刀的时间的时间更长 但是有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按我们课本的内容到此为止 因为按我们课本的内容 对于民族融合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集议局正面评价 这本书在高二这个阶段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这本书是可读性非常强的一本书 它的笔风非常的激烈 但是也要顺带提醒大家 因为笔风过于激烈 所以穿斥了 称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 所以在它当中有一些历史观念的问题 确实是至少是值得商榷 其中在中国人史章当中 对于民族融合 或者是对于北魏西奥文帝改革 把洋先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 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的历史课本出发来看的话 会觉得非常叛精力道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元宏 即为拓跋虹 改名为元宏 元宏把汉族儒家学派的精髓的礼教 全部接受 鲜卑来自荒谋 有游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然比较简单 但是直率亲切 不是可爱 元宏以农业社会贵族阶层当中 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礼教眼光观察 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 直率就是粗野 亲切就是施礼 元宏非常欣赏儒家文化的繁文儒杰 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正宏的组织结构 皇帝和官员们的温言与日俱增 皇帝与亲王大臣们的关系 随着宫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疏远 亲王大臣跟部署 下层官员跟人民也就日益隔绝 于是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弥漫 其次是婚丧一世也复杂不堪 却没人从前死的父母可以照常供职 汉化之后 因为孝是儒家道德观点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 汉化之后就必须辞职 回家首相扫送三年 除非他是一个大抵主 否则就会立刻陷于极乐 因为这三年是没有工资状态 所以大部分官员必须疯狂贪污 积蓄足够的财富 已被父母死亡之后度过六年的失业的日子 这个是在中国人史刚当中 可以说他是跟我们现在的历史课本完全相反 他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作用 是呈彻底负面性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这种评价 当然其实我们从更加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历史课本当中 对于民族融合当中负面的一些东西一点都不提 坦白来说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该有的历史的态度 你不能混淆历史与现实 但是也不得不说 白羊的他这个观念确实又显得是过于的过度的激烈 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我们不得不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民族融合 他确实是有着和平和暴力两种融合方式 从漫长的历史实现来看 和平为主 暴力为辅 当然也得说 因为历史过于漫长 所以这个为辅的暴力也是不少的 这事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 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如我们前如前所述 民族融合 是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根本就没有血缘上的这样的一种意义 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这种民族的意义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化解矛盾 增加活力 更新制度的重要的方式 我们最能够直接作为历史证据的 就是在三国两制南北朝之后 中国再一次的紧跟秦汉 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高度大一统时代 甚至到今天被我们中国人都还认为非常骄傲的隋唐 尤其是唐代 统治集团本身就具有着游不民族系统 杨氏的原名 隋代的皇室原名叫做普六儒 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汉线 咱们都非常的清楚 选我们之面之后 实在李世民 李世民干掉了自己的兄弟 然后逼自己的老爸篡位 实在是干了一件什么事 你如果不清楚历史背景的话 就会觉得李世民这哥们 怎么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干这么一个事 干嘛 趴在自己老爸的怀里边 去吸自己老爸的奶头 这你是要是不懂历史书 或者没有历史背景的话 就觉得这人太恶心了 你干事你也就干了 还做你讨好你也没的话说 做点政治家 你肯定是要做一些这种姿态 但你那姿态做到这份上 也太下作了吧 对不对 可是你转换另外一个角度 就完全正常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这种方式 据历史社会学家来说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晚辈 对于长辈表达尊敬的一种方式 你站在游牧民族的文化当中 这种行为就完全正常了 你看这不正常 那是因为你是汉族人 汉族人觉得这玩意太恶心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确实是有其局限的 局限在哪里 就是融合的局限 就是中国旧有的 旧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的框架 也就是无论怎么融 政治不可能超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经济不可能超越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 文化不可能超越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因为无论怎么融 融进来的少数民族都是经济文化 社会全方位的相对落后的 所以它顶多可以实现是什么呢 用我们今天的电脑词汇来说 它顶多也就是1.0 融完了之后是1.1 1.2 但它永远融不到 彻底升级版 实现质变的2.0 3.0 融不到 有其局限 甚至其实我们再看更加详细的历史的事实的角度来说 北魏孝文帝改革 我们课本当中给予它完全正面的评价 而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的北魏是灭亡了的 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的事实 反过来说 如果北魏孝文帝改革完美无缺的话 北魏应该是一统天下 直接一统天下才对 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 就是它过于激进的民族融合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反而却激化了新的民族矛盾 所以这也再次提醒了我们改革真的是一个大题目 当然你站在一个更长的一个历史维度来说 那可以 你又可以说北魏孝文帝改革完全成功 因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为后来的隋唐的大一统 确实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你看你从哪个历史维度去进行观察和思考 也顺带说一句 从不同的多元的历史维度去进行观察和思考 这既是我们历史这个学科的基本特征 也是我们现在的新课程改革当中历史的那种新题型 尤其是37题大题所非常常考的一个方式 有的时候他故意考一个考点 这个考点跟课本当中的说法是完全不同 甚至是彻底相反的 但是你所利用的基本的历史学的思维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高二这个阶段谈这句话 做题做不了太多 但是进行一定程度的知识的储备和一定程度培养这种历史的感觉 会对我们的最后的高三阶段的学习会是有所帮助 也就是我们再三所说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应试能力的提高 不应该完全的将其看作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能够如果能够做的比较好的话 两者的关系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可以协调的 好 至此为止 北魏向右逆改革完全围绕着民族融合为核心来进行考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